欢迎回到这个关于day trade的频道 我是Kalina 那今天的这期视频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多小伙伴问我的一个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那我们做day trading 到底可以赚多少钱 赚多少钱呢 是其次要看每个人的这个经验啊 或者你怎么学习的 还有你的自控能力 自律能力 还有你的本金有多少 那今天呢 就主要来跟大家来聊一聊 做day trading 到底需要多少钱才可以开始 因为呢 我是走过这条路的人 所以比较有资格来讲这个话 要看你一天想赚多少钱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你不能看说 天天在这个推特上边啊 或者Facebook或微信上边在那边推推送说 我今天赚了多少钱或怎么样 这样的人你千万不要相信 因为做day trading一定会有赔钱的现象 不可能是每一个trade都是会赚钱的 这个不合乎逻辑的 所以就是说我们每天呢会做很多很多的交易 有的是成功 有的是失败 但是overall你的这个是持续性的增长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可以坚持做这个day trade 因为day trade呢 其实它真的就是一个business 它是一个工作 并不是一个说你投机的一个地方 如果你的这个基本的功没有练好 或者是你的自控能力不好 甚至是你不知道要买什么的情况下的话 当然就是大前提你不可以开始你的day trade的生涯 可是你真的是想一点点学习的话 到底怎么样去分辨说 我需要多少钱 投放多少钱 我能赚多少钱 这个话题其实关于钱的 是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是很关心的 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是给我自己设定了一些目标 大家有一直关注我视频的小伙伴们知道 我一天是给自己设定2000美金的这个目标 那个情况下2000美金的目标的时候呢 你的account size大概是要到 从15万到30万美金左右 那基本上啊 如果你是说想每天赚个300 500的这样就可以的话 那基本上你的account size就是 3万到5万左右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了 那如果是说你有看到这个像什么推特啊 Facebook那些social media上面在po的 自己今天的盈利有多少多少 这样的人大家如果看到的话 你要知道他呢他的account size有多大 就像是我有学习的老师我 我眼前15分钟我看到他赚到6 million 六六百万美金这样子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知道他的account size大概都是300万美金 所以呢这个是你不能比的 但是呢我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说你一开始 我也是一开始我一开始就是不是很听话 因为做day trade的话我很多前辈都在跟我讲说 说Kalina你这样做就是不会练习到 为什么就是你一开始的时候 你不能把你的抗放超过这个5万块美金 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觉得说哎 我是在投资啊所以我就大概放了就会比较多 然后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呢你风险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所以这个是如果你是小白或者是初学day trade的人的话 我真的是不建议你放到10万美金以上 所以呢那之后呢我就有一些好的经验和不好的经验 惨痛的经验 然后呢渐渐的就知道了说哦 你要适应不同的account size 就先要从比如说3万的account 因为这个PTT的入就是说你要做day trade的话 一周可以操作四次的话你一定有25000美金以上 所以你可以用3万美金的account去开一个新的账户 去练一下做day trade 然后呢这样子你保证说你每天赚到300块 你就就要停住停住不要贪心 然后呢在慢慢的你练了大概半年或一年左右的时候 你觉得嗯我已经适应这个account size了 那你可以转到下一个level大概是10万到20万之间 看你自己的经济情况 那这样情况下当然你每天的受益就不一样了 2000到1万受益大概是这个account size的基本的 那如果你真的是练到一个程度了 你accounts还可以超过100万美金的情况下做day trade的话 那你每天的收益就可能是5万到10万这样子 所以呢就是在day trade这个生涯中呢 你不可能一开始就是一下子每天就可以赚到10万 20万甚至100万或者是6 million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 你要有一个非常长的期间去练习这个东西 你每天就算是赚到300块500块的话 你都要觉得很开心 因为做day trade的number one rule就是说 take the profit在你的这个table上面 你可以拿到的利益真的要马上去拿 因为我们不是做这个swing trade或者是long term investment 这个如果是看这个视频的小伙伴们 你是在做swing trade 那个一周一个月这样子hold住 然后卖出去的话 那你可能不太赞同我在讲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做day trade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原理 就是说你当天要clean掉所有你的precision 就是说你没有hold任何的股票去过夜 当然有一些情况就像是以前那个mrin啊 或者是一些law flow的stock 它就是第一天 那一般都会一二三升三天嘛 所以当然你当天觉得很不错的情况下 进入进去 然后呢hold到明天早上 然后呢卖出去 这样的情况是ok的 没有超过24小时 但是如果是超过一周的话 那你就根本就不属于是day trade这个情况了 有很多小伙伴还在跟我聊说 做day trade为什么有的人一天可以赚6亿 有的人可以赚个20万30万 他们是怎么样操作的 其实呢做day trade如果说你这个count size小 刚才我说过3万到5万 你每天可以赚到300到500这样子 自己要一定控制你的risk management 大概不要超过自己的count的5%左右 那如果今天你是10万到30万的count 你保证你一天想赚个2000到1万块的时候呢 那这种情况下 你呢就是要做的股票可能就是一些这个large cap 就是说它浮动比较大的这些股票 比如说像现在比较火的这个像Tesla 一天你可以看到它上下的浮动大概是五六十美金这样子 所以你要找到一个非常的好点去进入 不管你是shorting好也是long好 或者是你可以赚一些什么财报啊 或者是呃就是一些news出来 它真的是在这个非常好的情况下 它可以bubbub很高的情况 这样你可以去做这样的股票的day trade 当然你share你这个size这个share是非常多的情况下 你可以赚到那么多钱 但是反过来说我们今天如果做这个100万美金的这样的account 然后呢你一天想赚个500万600万6 million5 million 这种情况下的话 其实多半的人都是在做这个做空shorting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主要是做这个penny stock这种shorting的动作 赚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你等一个股票去涨的话 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涨到那么那么高 因为是没有那个怎么说 没有没有任何一个预期大家可以想到的 那如果是说你看到这些股票都已经涨成那个样子了 涨成天价的感觉了 你相信那些penny stock的股票 他公司都基本是垃圾 那这种情况下它一定会跌下来的 一定会跌下来之后呢 会怎么样 它跌的是非常的凶猛的 所以呢这些short seller呢赚大钱的人呢都是做这种动作 当然他们的risk也非常非常大 所以他没有及时去cover他的position的话都会影响倾家荡产 所以呢一开始的情况下呢 如果你的account size没有大概50万以上的话 去做这个shorting非常大你想赚非常多钱的话 可能不太适合 但是如果你想做空的话 你可以做一些就是说earning不好 bad news出来了 这样的一些比较稳的公司 你知道它一定会跌 但是当天你要把它cover回来的话 可能这些的话也会比较这个 就是稳健的一个操作 所以呢现在就想跟大家分享大概有三大类 大概是这个3到5万或者是10到30万 再有就是50万到100万左右的这个account size有不同的这样的收入 所以呢大家在做这个day trade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你的这个风险管控 然后呢再有什么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加入对对对 新开了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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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Vijia的一个群 在这里有这个barcode 大家可以scan一下 如果喜欢这样的小伙伴们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